作曲 李宗盛 想你的世界 和你眼神都相同 当你心中的彩虹 穿星在巅峰 而我就在你身边 心也随着你跳动 曲折和冒险 为你实现这蜕变 守护你的特别 我的直觉 一起到未来 以爱致命真心不变 开眼谎言直到你出现 给我勇气的热烈 陪我赢的重重考验 直到你曾经握时间 我们的梦都一起并肩 注释你终定实现 到达我们未来明天 I'm waiting for you 不知道有没有玩家能破解你的设计啊 就看有没有惊喜了 终于稳住了啊 不愧是我 可以啊你 这个玩家对于走线 出弯点 刹车点的预判 以及操作的精准都远超普通玩家 是个高手 是不是高手 马上就知道了 这种平稳的山路 肯定有陷阱 既然没有路了 没有路 那我就创一条出来 牛啊 竟然知道冲坡路障来新成新的了 不错 有意思 够了这个S弯 那我就一定 没想到真的有惊喜 好的 各位 现在我们四支 最后这个游戏很有意思 你太过瘾了 一定是故事做的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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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一半了 马上第一了 马上第一了 马上第一 我们最终的悬念即将见效 小麻花 太来了 获得本次大赛第一名是 你要恭喜到怀自东林大学的虾路组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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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勋第一 我就说了吧 我就知道最后一组是顾勋 顾勋 你是最棒的 这位女士不好意思 麻烦您赶快离场 好好好 我再走呢 走多点慢 请您赶快离场 谢谢 你赶紧走啊 我还没有找到顾勋呢 不好意思啊 你等等 还有没有离场的吗 麻烦大家都抓紧时间了 您好 请问知道玩家 农民小麻花在哪儿吗 不好意思啊 今天玩家比较多 我们实在是对不上脸 好 顾勋 你是不是傻呀 沃特这么好的机会说拒绝又拒绝 你陪我将面八二八三办公室 竟然拒绝了百万年薪和世界级的资源 而且起步就是制作人 我们这专业得做多少年才能做到架构师 你要是肯去沃特的话 我就把这件谈好的奥特给拒了 我死心塌地给你干 但是我想做的东西 沃特是不会同意的 你想做三爷你就跟人讲嘛 我的作品 必须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又要自由发挥 又要纯中国血统 这么多要求上哪儿找这种公司 是啊 真是 会有的 哎 哎 真的搞不懂这些玩家 最受欢迎觉得造成了投票 他们都不该绘画功底和能力的 是是是 你也不 他取得也算鲜艳点就觉得高级了 好 走 真是在不动啊 走 哎呀 原来票数最高的是月千玲啊 有点东西啊 月千玲啊 以后我讲话的时候 能不能靠我近一点啊 什么啊千玲 你要辞职了 马上就要毕业了 还以为你会留下来呢 你要走啊 新年特辑人物怎么办 蒋总指名要你负责 这不是 有影组长在吗 我相信他一定能完成好的 就是嘛 新年特辑嘛 那不是有时候就可以画的呀 千玲啊 我们同事了这么久 彼此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这样 大家晚上聚个餐 算是给千玲的欢送会 怎么样 好 好 千玲不得不准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能让蒋总一搞就够的人 你一个 厉害 敬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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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我有权利有义务 带你们负重前行 哇厉害 厉害 厉害 真委屈了 没事 来 我們敬禮 我們大家最敬禮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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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過了十年了 你知道我的時間是怎麼過的嗎 你知道我每天我有多痛苦 我有多想要敬禮 多想敬禮 那他們不要啊 你知道嗎 不讓不容易 敬禮 敬禮 不用 來 不用了 謝謝我不去 就樓下烤魚吧 我們要好好慶祝歡送一下 玉野千玲同學 我說不去 我不太想浪費時間呢 你 你 你們去不去 去啊 去啊 你真的不再考慮一下了啊 當初你的作品 可是打敗了一堆求職者 老闆們可喜歡了 到現在還沒看到哪個入職作品 比你好呢 千玲 你如果現在後悔了 我還是可以幫你把流程撤銷的 不用了 茵茵姐 主要呢是我自己沒想明白 是否確定一直話引你下去 所以就索性回學校 把畢設先弄完喽 需要老子讓位 你們瘋了吧 什麼乳秀未乾的臭小子 大學畢業證還沒拿呢 你應該坐上我的位置 你們羞辱誰呢 老子不幹 哇 這是哪個部門的呀 連辭職都那麼帥 第九事業部唄 你懂的 就是那個 聚集了一群行業精英 高興把他們聘請過來 親全公司之力養活他們 讓他們大把燒錢 去做真正的次世代遊戲的 第九事業部 據說啊已經七個月沒有進展了 董事們意見很大的 想要裁掉這個部門 可是大老闆力挺呀 不但沒裁掉 還花大力氣 請來了一個新的製作人 這麼快就到了 他什麼來的啊 據說是一個 還沒有畢業的大學生 今天就要來辦入職了 叫什麼來的 我看看 叫 叫 顧 勳 您好 我來報到 第九事業部 顧勳 假裝的平淡氣氛剛剛好 只有你和我知道多微妙 慌亂了我的心跳 就這樣藏好 保持微笑和禮貌 我住在回憶的長袍 每一秒想念在身邊圍繞 我天和你都有的微笑 再一次遇到 這一刻我 再次心跳 再次心跳 再一次遇到 想和你一起幻想 一起煩惱 一起擁抱 你 白白如智啊 好了 謝謝 我和你乾脆正好距離 丟掉你之白 我一直感謝之間 注定你在出現 時間更好 你們倆認識啊 也是 你沒一個學校的嘛 等 天亮 再會了 完了 你 辦妥了 我現在是自由生 那就先恭喜我們千林 遠離極品領導 向人類智慧又邁進一步 但是我後悔 我在辦離職的時候 過去在辦入職 入職 上次奪冠之後 他不就人間蒸發了嗎 對啊 這兩個月我一直在搜他的消息 可是他卻偏偏 今天來HC班入職 你說還早一個小時也好 那這可能就是 你們的緣分了 妙不可言啊 緣分 跟我走 唉我說你們兩個 能不能拿出點打遊戲的架勢來 我四肢已經退化了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玲玲啊 我們這是聯誼一局 你手下留情嗎 別把計算機器地摔根就打跑了 他們今天肯定會回出門 我還有兩個人頭就第一名了 不行 真不行了 殺了我吧 連我一起吧 嗯 這樣 會不會不太好意思 特別好意思 嗯 謝謝 好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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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俗的讲书是不讲武哲 嗯 真是 傅雪 走了 刚才女孩打这么好 长得也是真好看 那好办呢 叫什么呀 不知道 只知道是个老六 她长得好对称啊 竟然有人有 如此对称又完美的脸 早知道刚刚就手下留情了 就是人家这水平 用得着你手下留情 对称吗 你们美术系喜欢人的理由 真够奇葩的 这就是缘分 说不定人家就喜欢千里这款呢 真的吗 这么激动 哎 千里 听说第九事业部 新来了一个负责人 也是你们东京大学的耶 叫顾雪你认识吗 认识 啊 是吗 可我刚刚碰见她的时候 就问她认不认识你 她一句话都没说 好像跟你并没有特别熟嘛 你也认识周杰伦 周杰伦认识你吗 哦 那你甭管 你认识吗 那 那咋不认识啊 那她认识你吗 昨天还听着她哥 睡觉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顾寻 蒋俊南 从今天起 只有顾寻负责第九事业部 着力于3A游戏的研发 顾寻是我千挑万选选出来的 我相信她有这个能力 我上次已经提出解散第九事业部了 而且各位董事都已经同意了 3A游戏的研发 对于HC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这一点 我和其他董事也已经达成共识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做3A游戏 光说引擎开发 至少要三到五年吧 顾雪 时间问题 你考虑过吗 3A游戏的画面精度极高 引擎要求运算量极大 普通游戏的引擎 在兼顾画面的同时 无法兼顾优化 而经过我升级的引擎 可以大大压缩运算量 保证画面流畅加载 简单来说 就是从起步阶段 我们就能比别人 节省开发的时间成本 把三年做成游戏 写在合同 希望你在下个月的项目会上 就项目阐述 做一下说明可以吧 没问题 我丑话说在前面啊 如果项目会上 在座的董事 你的支持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请你自行离职 对了 我们项目一部的新作 恋爱经纪人 下个月也准备过会 公司立项会 每次只能过一个项目 大家都知道蒋总呢 是郭惠王 他也是上长 那帮我们都得逼着啊 没办法 那我下个月 只好跟蒋总精神一下了 不好意思啊 原来的第九事业部的办公室 正在进行装修 所以只能委屈你们 把仓库啊 作为临时办公室 可以 不过王董 仓库为此紧张 为了确保我的部门里都是精英 我希望内招和射招同步进行 以便我选到最优秀的人 这没问题啊 对 没问题 那就谢谢各位前辈的支持 谢谢各位同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 一下 诶 来 诶 诶 来 师哥 没想到你也在HC啊 那以后就有人招着我们了 别跟我套近乎 我当年判定 你们做不出来3A 刚才说那些 就是在浪费时间 没上会呢 师哥 没必要一棒子打死吧 一个月的时间 只是给你们死缓 对了 顾鲜 你堂堂要做3A的人 还要去别的部门外援 那招 首先要看员工自己的意愿吧 我招的人 我培养了那么多年 你碰到别碰 不是 这跟大学办公室有什么区别啊 你现在想退出也行 那不行啊 上了你的贼船 哪有没开船就直接跳船 这地儿换了 人也换 要不要把这名也给他换 哪儿都要换 唯独这名字不用 从一到九 是一种循环 九 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咱们更应该保持初心 我觉得这名字挺贴的 你怎么突然这么稳走走的 好酸哦 那我来点实际的 接下来一个月 咱们全力拼立项 游戏立项最重要的是 制定出核心玩法 所以咱们团队人员尽量精简 主程序 主册 主美 都是最必要的 剩下的部门 能招到就招 招不到 咱俩先兼着 招聘 二 四 五 你打算给他们开多少工资 行业最高价格 最高价格 那你打算给我开多少啊 你想要多少啊 咱俩都一家人 你看 咱们两个暂时没有 再等立项通过 正式留下来 到时候就有了 不是 凭什么他们有 我没有啊 你想有也可以 我自套腰包给你 我谢你啊 大公无私的顾总 把赚的钱都拿来做开发了 还欠了天下经验协议 算了 上辈欠你的 不过我相信 立项一定能过 请你 大神来了 大神来了 喂 大神 大神来了 你保持三年的不败记忆 被一个信任 你打扮了 你打他打他 自然喜 是想碰瓷我的 是不到自然喜吗 还是纯净想找我不痛快 状态不错呀 我马上给你改回房间喜 老板 那个自然喜 到底是谁啊 怎么感觉像在碰瓷 不认识 第一次来的 不过实力和你不相上线 人家长得很帅 要不要介绍你这事 普通很帅的男人在我眼里 如同白骨 我马上把你改成绑一 顾许 他怎么在这儿 我只能拆你 可能你不在这儿 要是一个小骨 儿子 我这个在对 这儿哪里 他在这儿 那边 你不在那里 给你 want 我去哪里 你会员号多少 要不要我帮你问一下 你看啊 他们送了我三百个游戏币 我一个人也玩不完 要不然我们一起玩吧 我该和他聊点什么比较好 谢谢 游戏币还够吗 对了 多好的机会啊 上 四等一 我该和他聊点什么比较好 游戏币还够吗 人哪 非要我把轿子抬到你家门口 没我扛不动枪 对 老板你好 这里是糯米小麻花陪丸 活着保护你 伤了疗愈你 除了价格贵 没有任何毛病 一小时一晚 付不起就结束聊天吧 再见 快 开始吗 来了 快快快 来了 再等等 不会吧 大哥 你就非等小麻花啊 和着他不来你不玩了吧 都快等成忘符实了吧 我说呢 本来你就不打射击游戏 自从跟小麻花组罪之后 你就天天玩 还因为你游戏上瘾了呢 重色情有 那是因为你们打得太菜了 你可别怪我们没提醒过你啊 你那小麻花本人长什么样子 都不知道就陷进去了 你万一人家是扣有大汗的是吧 应选啊 月清零呢 你们两个可真是不到我省心啊 我回 清零 你回来了 你给我站到 来来来来来 我问你 你来得正好 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 你说说你跟你那个应选 体育选手为啥子缺考呢 什么时候啊 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 嗷啥子啊 我们去看设计比赛了 现在体育选修都剩下五十没考了 我费了多大的劲呢 是老师我给你们通通过了 我都累死了 你们听电话好不好呀 好 好的 好的 顾雪 蒋进来 下周体育补考 上次你们出去打比赛 没有参加 不怪你们 但是 补考一定要过 不让影响毕业 喂 听到没有 知道了 知道了 靠我干什么 我大姨就过了啊体育 你笑死我了 你笑什么了 你体育过了 你光了你是不是 你说你敢坑我啊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 看到谁了 不是 你这个表情看着我干吗 你还后悔吗 我跟你说我后悔死了 可是我后悔又能怎么样呢 我在那继续工作 他还是不知道我叫什么 说他不好吧 又洁身自好 说他好吧 又拒人清理之外 看来他只能做你 灵感来人了 玩你的游戏 先买你十个小时 上 人呢 你不是邪款跑路了吧 网友你都敢转账 看来这届网友 智商不是很高的样子 回头多加几个 妈花 想老哥哥没啊 骆骆哥 你们跟我年轻人 留点火路吧 想用我给你嫂子告状啊 我说九儿 你能不能 积点口德啊 校草大人火急火了的 叫我上来 自己却没上号啊 奇得怪了 小妈花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 我离职了 你离职了 怎么突然离职了 哎哟 校草大人上线了 别提了旧离谱 来来来 把枪都给我 扛起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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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八花 今天心情不好啊 嗯 因为离职 不是 是我自己辞的 主要是因为我今天 今天怎么了 失恋了 失恋了 她 她有喜欢的人了 是你心痛的意义 是你 跟我 在爱应许之地 多想你可以 给我沉溺着回忆的心 两个世界的你 一直在我心里 带着我的回忆 寻找着你 失恋了 在无边吃鸡 我在等待着 失恋了 失恋了 小八花 你有男朋友了啊 不是啦 我今天遇见了我暗恋的男神 我们见过那么多次恋 他居然说不认识我 你们说是不是跟失恋很像 还是单身啊 还有机会 一把年纪还搞暗恋 对方有够惨的 下不下 老板 你们也在不吃鸡了啊 哎呀 我在等我女朋友的短信 短信 你够古典玩起短信来了 别提了 我前几天不在图书馆认识一个女生嘛 她也在复习考研啊 所以我们就没事去看看书什么的 我女朋友看见我俩的聊天记录 把我拉黑了 非说人家是白莲花 你读读 来 我给你分析问题 我给你们看看啊 让你女朋友多想了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别说话了 挺懂事的 快看你女朋友多不懂事了 的意思 是这样吗 你等一下 要不要我帮你去解释一下 楚楚给你着想 怎么还不分手 的意思 不是 你 那没事的 你不用管我 不是 这女生也太可怜了 我这么坚强 难道你不心疼吗 多意思 你个老顾头 你这么懂 我怎么不见你谈个恋爱啊 对这类型的没兴趣 那我问你 如果小莫花也是这种秀术的 你怎么办啊 正好我个的 行 再来一句 再来一句 没心情 男神瞎了 没看上你 别提了 压根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又有生的希望了 教你个办法 让他一定对你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放 让无数之难无法拒绝的人设 小白花 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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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那基本要求是 扮淑女啊 说白了 就是要温柔 小白花 你不是对这类型没兴趣吗 忍着 我懂了 你太坏了你 我也要学这样 你学什么 什么好招啊你学 您准备 哎呀 忘记改设的 队友不在 竟然匹配了陌生人 我说过不跟陌生人组对的 万一很菜 这个叫校草的自恋狂 居然看不起我 怎么 是怕你自己菜菜 带不动我吗 没事 我不会怪你的 忘记游记号 一为一 赶吗 怎么着 想单挑啊 来 来 五八八五一三二五 我竟然被爆头了 来 打得不烂 你也还凑 赢了 这个校草 有点东西啊 你跟他谈恋爱了 乱说 我们是纯洁的队友 忘恋续谨慎 我忘你个头啊 我不跟你说了 我倒点了 我来不及赶校车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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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顾寻好有缘啊 她也在校车上 我怎么跟她打招呼啊 中国人最委婉表达爱慕的方式 就是问 在干嘛 顾寻 好巧啊 你在干嘛 我在当司机 完了 我怕天撩死了 在干嘛 找个合适的地洞钻 找个合适的地洞钻 小草 大肆 大肆了 一毕业你这辈子的校草时光就完结了 咱要不要庆祝一下 金城武有句名言 凡是给自己取名英俊美丽的人 都见不得人 你要不发张照片来验一下 你先发 我太丑了 怕你们拿我照片去辟邪 我太帅了 怕你拿我照片去网恋 你倒是发呀 你可以发张假照片来骗我 但是不可以发真照片来吓我哦 你看 我看看 是不是 这都闭眼睛了 啊 闭眼了 嗯 我好不相信我技术 下回不能以为 什么话 要不要看我打篮球的照片 发来啊 哟 上号 没空 没空还自己玩单牌 怎么了嘛 校草怎么回事啊 叫打游戏说没空 自己玩单牌可还行 小祖宗 你这反射弧可太长了 赶紧红红他吧 啊 不是约好上线的吗 你这连续搁了他两天 也不给个解释 人生气了呗 这男人怎么这么小气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没空 有一只小鸭子在洗衣服 有个地方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鸭妈妈就很生气地说 你能不能认真搓呀 这时候 小鸭子该怎么说 我搓了呀 我搓了呀 是我表达得不够明确吗 那我再讲一个 有一天我摔倒了 爬不起来 然后你嘲笑我 你是不是打算 一辈子都不起来呀 我就很生气地说 对 不起 还看不出来吗 我在哄你呀 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昨天面试去了才没上线 不理人 要不我也讲个笑话哄哄你 和我解释这个干嘛 我又不在 你眼中的星星降落 下一秒就照亮了我 可你出现在你左右 想你会看到我 告白的画面 幻想一千遍 心跳怎么跳动 喜欢你等我 像在某一刻 冷静地对你说 你靠近我的身边 灑下光点 盛开无数的想念 盛开无数的想念 相遇的瞬间 又是熟悉的感觉 记得我吗 在某一天 擦肩而过 然后开始想念 像一个人一天 紧要与我的改变 多复杂的考验 简单聊聊天 在你的左边 心温暖一点 你靠近我的身边 灑下光点 盛开无数的想念 我心跳热烈 开始无法控制 想你的一切 你就在我的身边 梦的起点 你早已出现 每一天 我的梦为你实现 忌妒和失眠 决定忘记你一些 但是想念 加倍出现 想你了解 我的灵感冒险 想用人海里面 心跳很快的蔓延 心在不停沦险 用我的直觉 不管多遥远 你是我世界 你靠近我的身边 灑下光点 盛开无数的想念 我心跳热烈 开始无法控制 想你的一切 你就在我的身边 梦的起点 你早已出现 每一天 我的梦为你实现 每一天 每一天 我的梦 为你实现 夜 找我